主持人 明年最想做什麼 明年最想做的事情 結婚 太早了吧 太早 三十了 我都四十才結的 真的 對 我剛剛馬上能想到的是 想帶我媽和我弟弟出去 旅一次行 因為從來沒有帶他們去旅行過 工作很麻煩的 對 因為很難得有那個 一段時間去陪家人這樣子 弟弟還小 十幾歲 想要跟他留下一點 就是回憶 讓他以後想起來 小時候姐姐帶我出去玩過 我想如果是我小時候 那我沒有哥哥 也沒有那個就是親姐姐 我就想著 如果我的那個 哥哥姐姐帶我出去玩 我會覺得好開心 好 那個是很重要的 有時間就陪家人 一起去旅遊什麼的 是很重要 我沒有結婚之前 我每年都會跟我爸爸媽媽 去旅行的 然後結婚有小孩之後 我就會發現 我就只有餵小孩 然後我就沒有餵到 爸爸媽媽的那一種感覺 我知道那種感覺 我本來剛剛就差點說 我明天就想要 多一些時間陪爸爸媽媽 而且每次我爸爸媽來 看到我都是 寶寶啊 怎麼怎麼怎麼的 然後我就沒有想到 媽媽們其實也是 看著我這樣長大的 是這樣的 我剛剛 我剛剛還在想說 明年 我想說明年 就是想多一些時間 可以有跟爸爸媽媽的 對 因為真的看著他們就 慢慢就變老了 他們其實永遠不會說 你怎麼陪我少了 都沒有 你怎麼今天沒想到我 就像 就像我也不會 我有一天我女兒要 就是演一個劇 上場之前我就看她 辮子有點亂了 我就說 我說等一下 我就這樣憋 憋 憋 她就急著 媽媽 你不要 媽媽 就是很著急的 你怎麼 那邊都已經過去了 媽媽 就是很著急的 然後我當時就好像 哭一張 我當時是會覺得 就覺得會想起 我也會跟媽媽就這麼講 就甩出去了 你看她就是五歲多 甩個這個話 我都會很難過 更何況我們這麼大了 這麼大 你還是忍不住 因為她跟你很親 就是 我們都是當了媽媽之後 才真正地去體會到 了解到媽媽的偉大 我們總是做很多事情 都是覺得我們在為了小孩 但我們就往往忽略到 我們的父母也是做那麼多的事情 為了我們 所以我覺得 如果真正地 我們在這個民宿做這個項目 可以讓很多很多的 新年返鄉創業 她又可以陪伴她的父母 又可以照顧她的下一代 我覺得這是一件 很有意義的事情 怎麼變得那麼感傷了 我輸了 是我回答的 你剛剛回答什麼 明年我想說什麼 不重要了 都不重要了 乒乓球 快 乒乓球啊 乒乓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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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玩啊 你抽一張吧 你最希望擁有哪種才華 我希望我語言能力很高 比如跟牛講話 我不是要動物好不好 為什麼牛不回你 你不是牛魔王的老婆嗎 我愛的是 最志願寶 不是牛魔王 我最想要的什麼才華 我希望我會彈鋼琴 我也是 我也是 彈鋼琴的女生好好 我也覺得會會樂器的 真的非常棒 彈吉他彈琴 打鼓啊 你都會覺得 男生 彈吉他 還在唱片這樣子 一個人 這個是彈琵琶 這是彈琵琶 彈吉他 這是彈琵琶 我以为我脑 我出现了什么幻觉 为什么每一句都是我 不是 男生弹吉他 男生别好看 他这样弹吉他很帅 你是不是变了心了 让我讨厌 不要再提 让声音 他还游抱一怕半遮灭 中央一击摸不久 还会这样反弹 反弹 你快乐吗 我不很快乐 直接人就有意的东西 用游戏的方式 然后提出一些问题 大家参与讨论 这是一种更适合 现在年轻人的一种交流方式 我觉得 我觉得这里的民宿更有人情味 第一天晚上的聊天 就一下子会把自己 会把彼此的这个距离拉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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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